三国最卑鄙的小人 有句俗话叫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 却有一个不放屠刀 而热心佛是个卑鄙小人 他一生干的 尽是丧尽天良 悲信戏义 专杀人的恶事 如今还能享有香火供奉与后世纪念 实乃多多怪事 这个本应遭世人唾弃的恶人相比 就是汉末军阀左隆 左隆是东汉时期 丹阳郡金安徽宣承人 黄金乱气 他聚集了几百乡勇 投奔了徐州刺史陶清 陶清也是丹阳郡人 诸位诸生 后必举茂财 历任书 如二县令 幽州刺史 徐州黄金乱气 陶清被朝廷认为徐州刺史 因为是同乡 加之左隆在乡里有了善好施之名 所以 深受陶谦器重 便任用他为夏批国相 负责都管夏批 鹏城 光临三郡的遭运 都管粮草税妇可是个非差 可是左隆却职人不报 反而借机中宝私囊 将三郡的财富占为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左隆截留了这些公务后 并没有用于自己挥霍 而是徐州至阳州一带 大规模同佛 修建豪华佛寺 铸造金铜大佛 一以尽彩 并举行御佛节 信徒于万 展开全文原来 生性残暴的左隆却堵信佛教 希望能在礼佛中消解自己的罪孽 期间 左隆华巨姿在下坯修造浮屠寺 浮屠寺建在下坯城南 寺中有塔 上有金盘 下有重楼 塔北九层八角 每层皆有飞檐 每面相有铜镜 他顶翼有一面铜镜朝天 称为九镜塔 据说 唐哥周围可如纳三千多人 在其内课读佛经 佛像外图黄金 披着锦采的袈裟 没到御佛会时 在路旁设锡长数十里 制酒饭任人仅时 来参观 拜佛的百姓达万人之多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 左隆可谓是个响 当当的人物 左隆是中国佛教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其御佛会及见识的规模 引领了当时佛教的兴盛 他举办的奢华御佛活动 对佛教的宣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而 在他死后 还有人为他修了纪念阁 享受香火供奉 虽然他心中以佛 但是 他的为人却实在差劲 他的一生 都是在被信息中奔走 最终落得个与李自成一样的下场 被山民所杀 正当左隆沉浸于自己所创造中的奢华服饰中时 曹操却派兵进攻徐州来了 这下 左隆却顾不上如何捍卫陶千了 而是带领手下士兵和部署男女 共一万多人南下广陵郡 广陵郡长赵玉与他有救 所以收留了左隆 并将他奉为贵宾 但是 赵玉的好心 换来的 却是左隆的血腥回报 左隆看到广陵郡无封民府 又动了劫财之心 于是 在一次宴席上及已敬酒的时候 斩杀赵玉 并命其士兵杀烧了掠广陵郡 带着其手下士兵和 部署及掠夺广陵郡的财物 南下莫陵 县江苏省江明县 左隆南下莫陵 是要去投靠莫陵郡长薛礼的 薛礼原是陶谦手下的彭成国宰相 但受到陶谦的迫害 薛礼只好带着其部署逃到莫陵来的 按说受过左隆欺负的薛礼 就该居左隆于城门之外的 没想到 薛礼也是性情中人 见到曾经的领导无处可归 也跟赵玉一样好心收留了他 并设宴款待左隆 但是 最终的结果是 左隆又一样杀害了薛礼 吞并薛礼的部署 杀薛礼 祸害完莫陵后 左隆又前往扬州 去投靠扬州刺史刘游 刘游正当用人之际 看到左隆来头 便毫不防备的激难了 此时 刘游正与荆州幕刘表开司 跟命左隆协助豫章郡长朱浩进攻荆州 其帐下谋师许少劝刘游不要太过轻信左隆 他说左隆太过阴险 朱浩太过忠厚 得要有所防备才行 但是 刘游太过相信自己的威名 他相信 在他这个主子面前 左隆不敢玩什么花呀 不信许少之言 一意孤醒 结果 很快被许少所言中 左隆再次背叛珠子 向同僚记起了屠刀 左隆到达豫章郡后 又又杀赵玉 薛礼的方氏 杀死朱浩 自己当上了豫章郡场 刘游得之后大为震怒 带兵攻使左隆 左隆部署溃散 左隆逃亡到深山去 被山中百姓和山岳联手杀死 将左隆首级献给刘游 说到三国时期的小人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就是有三姓加奴之称的吕布了 其实 与左隆相比 里布还不是最黑的 就是这一样的背信戏意 反复无常的小人 竟能享受后世的香火 实在令要想不通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